你这小短腿也迈不过去 我就先过去拿旗帜 你才小短腿呢 明明是体力老师没有考虑到我女生的状况 秦深 你凭什么不等我 我等你也没用啊 我先去拿旗帜 你就在原地等我 我可以的 你 你等着我 我可以飞过去 我们仙女都是会飞的 我去拿旗帜币 你 你拉我上去啊 你 你转过去 怎么 你要在这里睡午觉啊 还没好 我 我不是让你转过去吗 你转过来干嘛 你是不是归帐篇呀 扯平了 那现在怎么办 穿上 穿上 五花好了 我们是艺术生 数学点是死句 换一个吧 就数学点 你这是浪费时间啊 如果数学点的旗帜拿不到 其他点的时间也浪费了 看我不屁连环喷 一定能拿到 这个很难啊 你看都没有人能解开 你真的能解开吗 能 来 帮我拿包 你怎么办 你要再动 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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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那我可以做的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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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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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徐志点就在附近啊 怎么找不到 前面再走五百米就到了 小心 你以后一口气不能说四个字就别说 你都说了小心 真不能加上十多两个字 一般正常人在听到别人提醒的时候 都会选择不动 没事吧 有事 下午正中非正常人 你就应该直接说别动 别动 乔崴了 乔崴了 好像是 你先去找旗帜点吧 把任务完成再说 别管我了 手机给你 你干嘛 我是不会扔下队友的 怎么办 对 谁的 我 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收起来吧 我们这样 赢不了了吧 无所谓 那你就不觉得遗憾吗 你要是跟别人组队 说不定就能得第一了 但是因为我赢不了 我和你一起组队 就没出往营 那你还小心跟我组队 我是被你的小腿肌肉给骗了 但我没问 绕了这么远的路 刚才那个路口就该拐弯的 绕了这么远 你知不知道你的包很长 我的手臂都要废 我的包有你撑啊 看在你还要背我回去的份上 我先不骂你了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这个 这去了一角的魔鬼 有什么好看的啊 我们绕了这么远的路 要是不绕路的话 早就回去了 你确定不拍拍照 你不觉得很特别吗 秦大神 再不回去我的脚就截至了 帮我回去吧 好吗 我是直男吗 你是不是直男 你问我干嘛呀 应该问你自己 你不是说我是钢铁钛合金直男 那真是 我觉得你也挺直男 为什么 自己想